谢国良表示他个人觉得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续成在广播节目代表马英九前总统呼吁全民调 谢国良说自己相当认同认为应该要进行全民调并且呼吁蓝白双方一定要重视 当然我们有县市长连署我们也是尽全力的要来促成大家的合作 那在这个最后关头我也敦请两位市长也就是两位总统候选人能够再努力的谈一谈 如果一时的坚持看来好像守住了自己的立场或者是选民一时之间的情绪 但是当最后的结果没有办法政党轮替而让民进党再度执政的话 我想这两位总统候选人在内心深处我想他们一定都是会后悔的 所以我真的觉得现在就剩最后的这么一点时间 还是恳切的要拜托两位总统候选人一定要为了台湾一定要放开自己自身的一个立场 然后想办法让彼此之间能够促成合作真的要拜托他们 谢国良表示他个人觉得时间所剩不多 恳切呼吁两位总统参选人想办法让彼此之间促成合作 推动政党轮替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